今天我们来谈一谈防火安全修正法案 在防火安全修正法案下 民防部队人员将被赋予更大的执法权限 他们能够确保本地所有的建筑物符合防火安全的标准 修正法案也将加强防火安全材料产业链上各方的问责 并优化现有的资源 让民防部队能集中精力处理比较复杂的执法检查工作 防火安全法案为什么需要做出修正 那居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住家发生火患呢 欢迎今天的嘉宾 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孙雪林 你好 次长 次长你好 次长 这次防火安全法案的修正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改变 有人说这个水火无情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2017年伦敦这个Granfield Tower 就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火灾 本来是一个住家就是发生了火灾 可是它就迅速的蔓延 然后最后呢导致了72个人死亡 然后火事也是花了60多个小时然后才扑灭 151个家庭这个受到伤害 所以这样的非常严重的火灾它是可以发生的 而且后来的这个调查显示 主要是因为那个建筑材料 那个防火功能其实是有问题的 而且今年我们也听说这个巴黎圣武院 它其实也是有大火燃烧了一整夜 然后有非常珍贵的一些艺术品就被烧毁 我们听了也觉得非常的遗憾 其实两年前在新加坡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对吧 对对对 而且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新加坡是个城市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建筑面积啊 而且这个密度比较的深嘛 然后我们的楼跟其他的城市也都一样 其实楼是越建越高 其实新加坡的失火率相对于其他的城市 已经是算是低的了 相对于你说纽约啊东京啊这些其他的城市 我们的失火率是比较低的 可是呢我觉得这种防火啊 这种安全的这种的设施啊等等 我们还是得与时俱进啊 所以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去修订这个法案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修订法案里头 我们强制业主要增加防火的一些措施 而目前是选定了500栋建筑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增设呢 其实这500栋建筑物啊 它主要都是建筑的那个年份比较早 他们其实都是符合当年的这个建筑的 当时的这个防火的标准的 可是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要与时俱进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提升了这方面的标准 所以我们其实是经过一些研究啊 然后一些讨论啊 然后认定这500栋旧楼 我们可能是要先针对他们 要求这些业主去增添一些防火的测试 一些设施啊 例如可能要增添一些灭火器啊 或者一些这个消防猴啊 或者更严重的 如果说他的人流量非常的大 或者他里头有很多老人家啦 或者是说一些可能生病的人啊 他们的走动不是很方便啊等等 我们可能就要增添一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防火的设施 来确保这些居民的安全 对要更严格 要更严格 因为我们知道在新加坡 其实大多数都生活在组屋里面嘛 那一般的居民怎么样知道 我们住的地方 它的防火设施是充足的 其实我们的政府组屋 它在设计的时候 也是符合了当时的这个防火的标准的 所以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然后每一个政府组屋的单位 它其实的设计都是 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防火的空间 而且组屋的走廊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有那个消防喉 然后在一些地方也是有灭火器 而且当然有那个逃生的这些楼梯 然后逃生的楼梯 它也是非常的足够的宽阔 而且它是朝外的对吧 所以那些烟雾是可以很快的疏散掉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应该给我们的这个 居住在政府组屋的居民一些信心 是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次的修订法案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扩大民防部队 他们的那个执法的权限 是的 所以谈一谈之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对于这些防火啦 或者是说看有没有违规的行为 本身民防部队就已经有这方面的调查的这种权利了 可是在某一些工作的范围 它其实还是得需要跟警察合作 例如说索取这个笔录啊等等 所以我们为了提高这个民防部队的效率 其实他们现在经过这个法案的修订之后呢 他们可以这个传召任何的人 然后来收集笔录 做他们的调查 然后第二个重点呢是以前在修订法案之前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你提供那些建筑的防火材料 它其实是一个供应链嘛 可是以前呢我们只能对最终把那个建筑材料 装上那个楼的那些人相关人士 我们才能对他们采取行动 可是有了现在的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权限放宽之后呢 其实那些供应商 我们对他们这些供应商呢 我们也是如果发现说 他们提供的材料不合标准的 我们也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 那是不是因为实际的操作方面 我们发现真的就是有供应商提供 对啊 是 是 因为有时候一些供应商 他可能在他们的整个那种核准的整个过程 他可能不是足够的严格 他可能跟你说 其实这个是有防火功能的 可是从他可能是一个外国的供应商 等到他出产到新加坡 然后我们把他放在工厂 我们其实就不太清楚到底他会不会跟其他的材料混在一起 那最终这个材料装上那个建筑物 他到底有没有防火的功能 我们也这个无法去确认啊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现在新的这个授权之后 我们是整个供应链 我们都可以调查 都可以采取行动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授权 现在民防部队已经可以严重 直接可以起诉了 而不是像以前发一个通知 对对对 以前如果说我们说登门拜访 发现有一个地方说 这个商场啊 那些工厂啊等等 发现说 其实很多这种易燃物 随便摆设 我们可能只能发出一种 所谓的这个fire abitment 就是一个通知 说你不能这么做 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发现 说是很严重的违规 我们就可以当场就去起诉他 这就是让整个过程更有效率 是的 因为我们就知道了 这次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人士 进来做稽查的工作 对对对 现在经过修订之后 我们也是允许消防部队 这个等于是录取五位啦 我们现在的这个参计五位 暂时是五位 暂时是五位 我们这个看了我们的这个工作量 我们是觉得可以授权五位 这个第三方人士 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 一些检查吧 对于 可是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立场的 很直观就能看得出来有没有问题的 例如说你的这个防火警啊 它有没有失效啊 你的这个走道 有没有这些障碍物啦 类似啦 还有有没有灭火器啊 就是很直观就可以做出判断的 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授权 这五个 那他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是什么样的装备 什么样的装束 什么样的文件 是专业的 他们会穿上民防部队的这个制服 然后他们会有这个body-one camera 就是身上携带的这个录像机 因为这样的话 就可以确保他们的这个工作 是专业的 他们没有滥用职权 而且民防部队 还可以跟他们做一个核对吧 对 他们每天早上就是执行工作之前 都要去报道啊 然后我们也会定期去做审查 是的 而且我们发现 最近有很多的组屋都发生火患 那其实可能不是这个建筑物本身 没有防火的功能 就是一些大家使用啊 使用上的一些习惯的问题 不过是不是还有一些防火意识 是可以传授给我们的工众的呢 对 最近我们经常说到这个个人代步工具 所以个人代步工具 充电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些 不要说去隔夜去充电 也不要把那些在充电的那些仪器 放在大门 这样就阻来到你们的这个讨生 对吗 然后我们的这个民防部队 也是定期做很多的宣导工作 然后例如说教我们的这个居民如何用灭火器 然后紧急疏散怎么疏散 哪个方向出散 对吗 然后如何去应变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些知识 防火的知识 大家应该有机会多学习 我们的这个民防部队的这个网站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小贴士 希望大家有时间就去看一下 而且还会定期到那个组屋区里头去演习对吧 对对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这些最好是彩拍一次 然后如果真的是有紧急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那因为你演习过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对 其实在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网站上面 也有防火的一些全新的资讯 会不断的提供更新 是是是 好非常谢谢次长来到节目当中 感谢 这些防火人人有责为了安全 好了 另外呢 就是为了要配合我们新加坡开部200年 今年的国庆庆典表演委员会呢 他们特别地打造了八辆怀旧的花车 包括亚大乌 那么为什么这个亚大乌代表的是警察部队呢 中央医院的钟楼为什么带着线条 广告后一一为您解答 中央医院的钟楼